8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就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博文斯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仪式提问 汪文斌表示 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前副国务卿博文斯担任驻华大使的报道 中方希望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 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固定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此前美国白宫8月20日发布声明称 美国总统拜登决定提名尼古拉斯·博文斯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 这一提名目前仍需参议确认 博文斯曾长期担任职业外交官 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外交和国际关系教授 博文斯曾任美国副国务卿驻希腊大使驻北约大使等职务 他会说流利的法语并熟悉阿拉伯语和希腊语 自去年10月4日 美国前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离任返美 美国驻华大使一直已经空缺了近11个月 拜登就任总统6个多月 只有美国新任驻墨西哥大使得以确认 在过去一个月 拜登开始加快大使提名的速度 尽管如此 美国一些驻外大使的关键岗位仍然空缺 继续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